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個在做 然後後面人還超級多 根本就做不完 對啊 你明天做什麼 蘿蔔糕加蛋 喔 蘿蔔糕加蛋三個 然後 沒用的嗎 沒用 然後十個小籠包 這以前我們大學喜歡吃 只是它有改蠻多的 然後它是屬於這種 那叫什麼 它是屬於厚皮的 對 然後厚皮的 然後是老麵糰的皮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吃湯包先喝湯 超鮮的 就是那個味道 咬它給大家看 它是屬於這種粉紅粉紅的肉 然後超大塊的 然後外層這一層是厚的皮 可是它是屬於老麵糰 所以你吃起來不會覺得不舒服 它應該算是我覺得新竹算 第一第二名吧 參獎第二名應該沒有 我沒什麼人敢說是自己是第一的 它唯一一個是 厚皮讓我覺得吃起來是好吃的 我覺得如何 好吃喔 好吃喔 它的肉是滿鮮的 你們現在兩個人完全是黑人 我是反光的 好 然後我們還有叫它的招牌的是 蘿蔔糕加蛋才30塊 然後跟蛋餅 還沒有來 因為它等人真的超多 我給大家看一下 人超多的 對 超多的 超多人 看一下喔 這個是 蘿蔔糕加蛋 我們搞得很像法式吐司 它裡面是蘿蔔糕 我來加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後面坐到小鮮的 好 謝謝 等一下 這裡面是一個蘿蔔糕 這個要淋一下 做得非常美的一個蘿蔔糕 弄得像法式吐司一樣 外面呢 它外面這一層餅皮是焦香 有那種香的蛋的味道 中間蘿蔔糕很讚 是因為沒有它放 沒有放那個蝦米 我超討厭蝦米 它就單純就是Q的那種蘿蔔糕 然後蘿蔔味還滿重的 滿好吃 不用沾醬就滿好吃 蛋餅來啦 蛋餅皮 它是煮於很薄很薄的 很薄的蛋餅皮 可是它是很Q很軟 然後裡面的蛋是嫩的 然後蔥香非常的新鮮 這家的話如果你有要來的話 平日我是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是假日的話 排隊排超久 今天是剛好下雨天 所以我們趕快先進來 差不多排二十分鐘左右就有吃了 差不多排二十分鐘左右就有吃了 大概幾次 3分 最高的 但是 感谢观看